好了,回來了 第一宗消息 要討論英國、美國、澳洲的核潛艇合作 核潛艇合作,我認為是知太多於一切 澳洲沒有二十年都搞不到核潛艇 在聯合國國際原子能機構的理事會會議 經過協商後一致決定 用單獨正式議題的形式討論 美國、英國、澳洲核潛艇合作的問題 會在奧地利的維也納開 中國常駐維也納聯合國代表黃群 在有關議程通過後接受媒體採訪 他說在中方主張下 理事會連續四次以協商一致的方式 決定以單獨正式議題的形式 專門討論 美英澳核潛艇 AUKUS 合作對於 不擴散核武器條約各方面的影響 挫敗一些國家企圖 騎劫理事會的圖謀 黃群就形容這次是維也納精神對霸權主義的勝利 充分反映國際社會對三國核潛艇合作 所牽涉核武器材料轉讓問題的關注 同時說明了 美國式小圈子在國際原子能機構內 不得人心 黃群也強調 美英澳核潛艇合作 涉及核材料轉讓 本質上就是核礦散 三國必須放棄這個危害全球的舉動 其實這個情況是這樣的 它說那隻潛艇是核動力 裡面就不會有核武器 現在美國的說法 就是這樣是不會有核擴散的風險 因為只是一個動力而已 事實當然 這個是有得商抗 有得爭辯的 現在國際原子能機構理事會 就會再用一個單獨議題去談 我們會密切關注 但是我們都不看好澳洲 搞核潛艇 因為我們到現在都認為這些都是浪費的 根本是用自己來搞的 當然我是站在一個反核國家的人的立場 說這些說話 我坐在這個地方 有明顯的反核的立場 這個明顯反核的立場 會不會影響到我們說某些話 當然有些影響 一定有些影響 另外 這個就是王毅 王毅為何又有話要說呢 這個就是中國駐日本大使館 和日本經濟團體聯合會 在東京那裏搞了一個 這個叫做紀念中日邦交正常化50周年的研討會 這個研討會的主題是什麼呢 就是不忘初心開創未來 國務委員兼外長王毅 視像方式指詞 他就說要求建設合新時代要求的中日關係 是有五個看法的 包括這個淺信手落 維護中日關係政治基礎 著眼大局把握正確發展方向 深化合作實現更高水平的互利共贏 加強引導塑造積極友善的相互認知 和順應大勢淺衡真正的多邊主義 新華社的消息就說日本外相林方正在視像致詞說 雙方應該著眼未來50年 公共資歷構建具建設性和穩定的日中關係 自民黨前幹事長二階進博就說 日中兩國是不能搬家的永久鄰居 無論有多大的分歧、矛盾 都不能夠停止對話和交流 但是你看看日本的實際操作 過去一段多長的時間 他們都要挑動東北亞軍事緊張情緒 所以日本人說話有多少成可信 大家自己有一個判斷 另外也說一說俄羅斯方面的消息 俄羅斯聯邦安全會議秘書 帕特魯社夫說 雖然西方向烏克蘭提供大規模的援助 並且對俄羅斯施加了沒有過的制裁壓力 但是俄羅斯將會達到他們 特別軍事行動的既定目標 帕特魯社夫在一個有關安全問題的會議上說 烏克蘭局勢然 美國和美國的附庸國正在尋求 增加武器和其他軍事裝備供應數量 現場在烏克蘭發生的戰事 但是有關裝備之後 都是用來對付平民的 這個是俄羅斯的說法 現在 其實在烏克蘭那裏 烏克蘭就沒有接收過西方的坦克 現在烏克蘭針對德國 就說德國你要給你們的坦克我們 德國拒絕了 為什麼會這樣呢 德國的藉口就是 我們北約盟友沒有試過 直接給你們坦克 尤其是西方製造的坦克 尤其是西方製造的坦克 如果要西方製造的坦克 或者裝甲車 你就要全部西方盟友一致 同意我才可以給你 現在德國又用這個藉口 烏克蘭方面 他當然現在 也是再新大隻如來神掌 就是扎蓮斯基 因為扎蓮斯基 他就說 由月初到現在 其實烏克蘭已經重奪 6000平方公里的土地控制權 其實烏克蘭這個地方 從來都是很難守得住 因為他主要都是一個平原 扎蓮斯基 他每晚都會有視像演說 他的說法就是 帝列伯羅比德羅夫斯克州 波爾塔亞州和蘇梅州的能源供應已經恢復 哈爾科夫州和首輔哈爾科夫市的能源供應 本來已經恢復 但是能源設施在星期一 就受到俄羅斯的襲擊 其實俄羅斯就射了一些導彈過去 就繼續停電 那 那 扎蓮斯基就說 烏克蘭總理已經召集能源部和財政部 又開了一個會 決定成立一個協調總部 就應對俄軍對烏克蘭基礎設施作出的攻擊 另外 還有一個訊息 就是俄羅斯方面傳出來 就說俄軍在前線失利 本來俄羅斯想在那些佔領區推動 拼入俄羅斯的攻投 現在就會推遲和各置 那究竟怎樣呢 我們都會密切關注 其實這件事現在還在變化 十天之內 我相信俄羅斯是會有大反擊的 那究竟他十天之內 能否能完結到大量的軍事力量 再去反擊呢 那就要看看俄羅斯他們的 戰鬥力 究竟有沒有辦法 那好了 德國方面 其實他不允許武器之餘 還要講了一堆風涼話 就是德國國防部長 蘭布雷希特 蘭布雷希特 他說 烏克蘭在俄羅斯和俄羅斯的戰鬥 捍衛了歐洲的安全 希望幾乎方面近期取得的軍事進展 可以加快戰爭結束 其實當然 你看一看就知道 沒可能 那麼容易可以結束這場戰爭 這個蘭布雷希特 他接受美國的媒體訪問 他說德國一定要在過去幾年的錯誤裡吸取教訓 採取更加重視軍事需求的國家安全戰略 他說德國的價值觀 民主自由安全 在烏克蘭也得到捍衛 但是 但是 德國其實就真的 放得太少東西進去烏克蘭 烏克蘭現在 很多時候 他們的總統 那種扎連司機 他出來撞就是撞德國的 而且 德國的那種取態 在波蘭 都是 避受救病 以及波羅的海三國也是 那 事實是怎樣呢 波羅的海三國 和波蘭 其實都有很多人 跑到德國那裏找食 那麼 問題 就是 現在 給人的感覺 就是 德國就拿了 我們那些國民 比較 有學識的國民 就在德國那裏找食 結果 就逃空了我們 就是這些 在正面和俄羅斯 前沿對抗的國家 你逃空了我們 又不幫我們 所以德國 現在他們的形象 是出了嚴重的問題 尤其是在歐洲 這個 波羅的海三國 他們那些人 現在 他們最相信 都是英國和美國 波蘭 也是 這個 南部雷希特 他也說 無論這場戰爭 要持續幾多個星期 或者幾多個月 德國都會支持烏克蘭 但是德國其實 一直都是口暗暗 他就說 德國在訓練 烏克蘭士兵 蘇雷 其實 當然 是沒有用的 很老實 跟大家說 德國 現在拿出來的東西 都是廢的 真是不好意思 這個是 烏克蘭人也是這樣看的 當然 德國也跟波蘭 做一些很具體的會談 在波蘭的東部 搞一些維修中心 可以迅速維修 給烏克蘭的武器 坦白地說 德國現在不再出手 出得厲害一點的話 其實 波蘭 和波羅的海三國 全部都不會相信他 在前沿 有可能被俄羅斯打得到的地方 他們也是 沒有辦法 獲得當地人的信任 好了 先說說其他消息 其他消息就是 美國的消息 根據一些醫學研究 就說 新冠病毒引起的疾病 就令美國減少 大概50萬的勞動人口 大家要知道 為什麼這個勞動力 在中國來說 是這麼重要 為什麼用嚴謹的方式 去處理新冠問題 因為現在美國的情況 目前的病毒感染率 維持的話 美國的勞動力 就會持續被削弱 這個研究也說到 有幾百萬人 在疫情期間 因為各種原因 離開勞動力市場 包括什麼呢 退休 小朋友 沒有人照顧 以及對疫情的緊張 這個研究 是這麼說的 美國八月份的勞動力總規模 就是1億6千多萬人 第一次超越 這個疫情前的水平 但是 這個副研究的學者就說 如果沒有疫情的因素 勞動力總人口 預計就會增加50萬人 現在美國的情況是不樂觀的 就是 這個疫情造成的後遺症 現在還是沒有解決 好了 另外 就說一說 美股的情況 現在是連升四天 道指收市 32,381點 升了229點 升風0.7% 納指 報 12,266點 升了154點 升風大概1.3% 標準庫2500指數收市 就4110點 上去 4,000點以上 企穩了 升了43點 升幅就1.1% 現在看到的情況 就是能源股 科技股都做好 因為就是蘋果新款手機 需求強勁 現在看到的情況 就是Pro系列 這個iPhone 14 Pro系列 就非常受歡迎 現在絕大部份的訂單 都是iPhone 14 Pro 但是 iPhone 14本身 就令不到人 要換機 現在的問題就是這樣 還有 iPhone 14 Plus 就是iPhone 14的大屏幕版 看起來 就很糟糕 為什麼說它很糟糕 就是那個 訂購的人數 就真的比較少一些 現在看到市面上的評論 究竟 實際數據是怎樣 只有蘋果才知道 但是 估計 就是iPhone 14 Pro 和Pro Max 的銷量 是會非常好的 估計是 現在 蘋果它就想了一條條 出來 怎樣客人換機 其實現在就多了幾個功能 譬如你炒了車之後 它就自己會幫你打電話 求救 這個就是蘋果的新功能 所以這些是嚇你的 其實某程度上 嚇你換機 另外還有就是 沒有網絡的時候 就可以 經過衛星 去發一個求救訊號 iPhone 專門 製作這兩個功能 其實 他們想到一條 我看到蘋果 就是 可以利用人 對自身安全的恐懼 去換新的電話 已經是 這兩個功能 Android 機 有沒有呢 就是安卓機 有沒有呢 其實是沒有的 以前呢 iPhone 很多的功能 都是 Android 機 有了 就是安卓機 有了之後 它才有的 現在就倒轉了 即是現在 你看到蘋果 它就想到別的方法 來脫水 那 當然 有些蘋果粉絲 一定會買新機 就像真BC 那些 一定會買的 我相信 那 其他人 會怎樣呢 我都不知道 會不會說 安卓機的人 都走去轉一部蘋果呢 有可能的 因為現在 那些老人家 都要求 那些年輕人 買一部蘋果機給老人家 就是我聽到的情況 因為他們 有了這個新的 自動警暴功能 那些老人家 就說 這樣安全很多 那些兒子女兒 幫我們買一部 送一部給我們 所以 我也是跟大家說 蘋果 都是 它有想法 好 那 繼續說一下 歐洲 的情況 先 那 歐元 對美元 就升到 三個星期的高位 那 因為呢 歐洲央行 它現在也會 加息 也都收緊這個貨幣 那 歐元 之前 就跌穿 一對一 對美元 那現在呢 就1.0197 那 最 最慘 就是 現在 結果 你看到 歐美 澳柳這些地方 全部都加息 那 那 亞洲區 大家就鬥貶值 那 究竟之後會怎樣呢 我也不知道 所以 大家 就是 現在投資的那些 都是謹慎一些 那 那 美元呢 是跌了一點的 那 美匯指數呢 其實現在是108 那 那 對日圓呢 就跌了少少的了 那 那 應該好像142 如果沒有記錯 我先看一看 那但是 都是跟大家說 就是你不要駁 那日圓會大反彈 就是 有人現在就說 可以的啦 日圓一定可以的 因為現在會開回來 那日圓就會大反彈 就是 很坦白說 這些是沒有用的 我告訴大家 真的沒有用的 就是 現在 香港還有些人說 要求0加7 那些 就是 在酒店旁邊不用了 就是在家旁邊 如果你一搞0加7 我告訴大家 就是一搞0加7 實際的情況是怎樣呢 那些人就會去了外國旅行 香港人要旅行 就去了外國旅行 結果本地的生意 就更難做 他告訴大家 告訴大家 這個是 真相就是這樣 會不會說 0加7之後 外房 就是外邊去香港的人 會多了呢 我告訴大家 會多一點點 但是 那個實際影響 就不會很厲害 反而 你一搞0加7 實際影響就是怎樣呢 就是 香港人就走了 去旅行 因為他7天回來 可以自己住在家 那些人 香港有地方 那些人 我又去玩一段時間 然後回來 我只在家 工作從家 7天 那時候有很多人會這樣做 就是 他們那些人 就不會 什麼時間 什麼都不會 還有 他0加7的時候 在家 他會不會 會不會 將病毒 或者其他東西 傳給其他人 呢 懶惰的人 就會傳給其他人 一定的 大家自己 理解一下 現在爭取 0加7的人 究竟是 想什麼 他們就覺得 我0加7 就可以吸引到外來的人 很坦白說 如果你在香港 沒有地方住的人 其實就 很煩的 結果 七天都要 其實 又是要隔在酒店那裡 對嗎 就是 跟在家旁邊 其實 沒有分別的 在酒店旁邊 其實更辛苦 現實就是 所以 現在有些人說 那些東西 我們待會 節目講主題的時候 都會探討一下 這些都是 亂來的 我認為 好了 來到這裡 差不多了 休息一會 回來 我們再講其他話題 休息一會 好 沒有 好 有 很 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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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